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救人的 特别在一个团体当中那些负面的话语 前几天分享到说我们要拒绝抱怨 说怨言 而今天开始我要跟你分享另外一个主题 那个主题就讲到说我们要拒绝的是批评和论断 这也是在一个团体当中最容易有的破口 在一个团体里面这么多人在这里就一定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意见里面互相批评 互相论断 我跟你讲他就这样每次他说的都不对 不要听他的这些批评论断的东西 在一个团队当中也非常的容易成为一个极大的破口 而我想到圣经里的一个人物就是米利安 你还记得吗摩虚的姐姐米利安 他的弟弟是领袖 而这个做姐姐的我想他难免有点心思说 开玩笑我是你姐姐 我说你两句还不行吗 而且你看米利安其实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你知道当年如果不是这个做姐姐的 在那个弟弟被放在那个实青的篮子里面 被顺着那个水流流到埃及的公主的面前 不是这个做姐姐的跳出去跟他们讲说 我帮你找一个这个奶妈来奶奶这个孩子 这个女孩小女孩充满着胆士 一个充满胆士的人就是敢说话的人 但是一个敢说话的人也要记得什么时候不该说话 有的人很怕事 所以什么时候没事没意见没意见 亚伦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们家三姐弟俩真有意思 这姐姐强出头爱讲话 那个哥哥亚伦老是没有意见 然后呢就没有担当 所以你知道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毛病 亚伦的毛病就是没事没事不敢讲话 结果呢人家说那金牛肚怎么出来的 说不知道啊 把那些金戒指什么收集收集丢到火里面 那个牛肚就出来了 这样的话他也说得出来 但是你知道每个个性都不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 像米利安这样子一个敢说话 敢做敢当的个性 好不好当然好 但是当他批评他弟弟的时候就不好了 那个时候他应该选择不说话 同样的亚伦是一个不说话的人 但是一个不说话的人常常也没有肩膀 不肯承担 所以面对金牛明明做错了就不肯承认 不是我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可是因为米利安的批评论断 毁调他的弟弟带来的结果是什么 长大麻疯 然后呢 整个以色列的军队因为他一个人停下来七天不能往前进 不但是一个人受害 而且是整个团体受害 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上帝给你一个敢做敢多敢当敢说话的个性 我为你感恩 但是我们就来学好吗 在不该说话的时候 比起我们的罪 免得漏掉了祝福 也使我自己从祝福当中出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